欢迎收看11月20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国内政府大学和大学预科班 向来因为种族固打而为人诟病 马六甲马来西亚技术大学皇家学术甲德主纳温 最近在发表得奖感言时 就讲述了他好朋友的真实案例 借此控诉大马教育体系不公和政治化问题 他的好朋友明明有着更好的成绩 却不被大学预科班录取 最终郁郁而终 纳温更感叹 如果朋友能够获得一样的机会 那今天获奖和发表感言的 就不会是自己而是他的好朋友 纳温在发表得奖感言时 讲述了发生在他好朋友身上的真实案例 我认为我 我有一个友谊 他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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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温进入大学预科班后 却很惊讶地发现 很多同学的SBM成绩不但和他差不多 甚至比他更差 纳温说这不只是他更是一些少数群体经历的故事 他认为国家教育体系不应该分种族宗教和背景 他认为 绩效制才是让国家未来达到团结和公正的唯一途径 联邦法院今早审理一对穆斯林母女司法挑战 丹州伊斯兰刑事法令其中20项条文违宪的申请 大约2000名国门和伊斯兰党支持者 一早就聚集在部城司法宫外 集体祈祷并高喊口号 祈愿此案的判决有利于他们 不过由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蒙为首的联邦法院九思 今天审理此案后宣布保留判决 责任下判 东姑麦蒙也在庭上提醒各方人士要捍卫法治 并且不挑起民众的情绪 因为外界许多人发言扭曲了这一次的司法复合案 出生在吉兰丹州的律师聂伊林 祖利娜和女儿东姑亚思敏 是在去年入禀联邦法院 寻除法院裁定吉兰丹伊斯兰刑事法 其中20项条文违宪 因为他们认为 条文中针对乱伦 发表破坏和平的言论 玷污礼拜场所等等的各项罪行 都已经包含在联邦法律之中 除了瞄准中国和欧洲国家诈骗集团 如今也把目标锁定了 面对生活成本上涨压力的日本 诱骗想要出国发财的日本人 前来马来西亚从事诈骗工作 怨扬欺骗在日本的同乡 武吉阿曼商业局总监南利 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大马警方是在本月13号 接获日本驻马大使馆投报 称有日本公民被骗来大马从事诈骗后 立刻部署突击行动 根据情报突击吉隆坡的一间单位 逮捕欺民年龄介于23到41岁的日本人 初步调查 这些嫌犯假扮银行职员和日本同乡联系后 谎称他们的银行户头出现了问题 再要求他们汇款解决 年关将近诈骗集团华一市拼业机 竟然在短短一周内骗了800多人 根据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公布的数据 该局于本月6号到12号短短一周内 就开启了829宗诈骗案档案展开深入调查 另外南利也揭露诈骗集团 近期不断拉人进WhatsApp的群主 加伴亲戚朋友联络 以各种理由借钱 只要有人点击链接 就能够骇入他们的手机 而他本身也曾经接到 自称是退休警队高官的讯息 向他借2000令吉 因此他劝请民众要小心 以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除了胆大包天 连警方反诈骗一哥都敢下手 诈骗集团甚至还冒充了 全国诈骗回应中心NSRC联系民众 企图降低目标人物的警惕心后 再伺机行骗 贤都警区商业罪案调查组主任 拉莫菲特里助理总监 日前就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揭发了此事 战莫菲特里助理总监 他强调NSRC不会主动联系民众 任何自称是来自该中心的电话 都是骗局 雪州巴胜西港关税局系统 华仪市陷入瘫痪 导致货物卡在港口 部分的货物甚至长达一个星期 都无法出货 引起代理的不满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 由大约数十名代理今早大约10点起 就聚集在巴胜西港关税局的门口 表达不满 诸佛州巴珠巴侠 一名居住在电屋楼上的华裔男子 今早被发现倒卧在血泊中 相信已经毙命多时 和他同住的缅甸同事 在事发后已经不知所终 这起命案在巴胜巴侠市区 一间轮胎店或仓楼上的电屋发生 50多岁的死者周顺忠被发现时 只穿短裤呈养握姿势 手脚和头部都有刀伤 地上的血迹已经干涸 相信已经遇害多时 巴胜巴侠警区主任 伊斯迈助理总监证实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302条文 从谋杀角度展开调查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嫌犯落网 由于案件还在调查中 他不方便透露太多详情 而根据案发现场的轮胎店员工透露 死者平时早上9点多 就会开车在缅甸同事 一起到巴利安尼的轮胎店上班 但今早11点 他的轿车还停在店前 因此他和另一名同事 就到楼上去查看 揭发了这宗命案 来自巴胜加普的23岁刘台生陈伟杰 上周不幸在台湾遇害 生前是疼爱妈妈也练家的孩子 陈伟杰只要有时间一定回家 他最后一次回家是6月 没想到当时一别就是永别 伟杰的家人已经前往台湾 等待办理领事手续 不过目前正在等待法医完成验尸的程序 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安排 巴胜加普市议员正常首说 他和伟杰的父母相识多年 伟杰的父亲几年前已经往生 接到伟杰在台湾遇害的消息 让他痛心 一名情学兼优的孩子就这样遭遇不测 他强调 事件如今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台湾警方必须尽快查明真相 给家属一个交代 涉案人士必须要为他们致死他人 负上法律责任 昨天的一场豪雨导致 刮拉登加楼和刮拉尼鲁斯发生了突发水灾 这场登州的第一波水灾 让多个地区成为了一片汪洋 灾情严重地区的学校也已经只是学生停课 根据登州国家安全理事会 刮登和刮拉尼鲁斯淹水地区的部分路段 水位高达膝盖 小心交通工具无法通行 导致交通严重阻塞 有些地区还发生了树岛横跨马路事件 另外位于刮登的五级误杀国中 因为灾情严重 已经被指示停课 根据登州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天下午2点 刮登和刮拉尼鲁斯 共开设了四所零食疏散中心 收留74户家庭 共204名灾离 截至今天下午1点15分 登州多条河流的水位还有上升的趋势 刮拉尼鲁斯八灯甘文丁主沟 更处于红色危险水平 彭亨州的云滨也因为雨季导致路面湿滑 两个路弯处在短短三个小时内 就发生了五宗交通意外 包括一辆救护车因为路滑失控 撞向了路旁的轿车后冒烟 还有一辆货卡失控撞入路旁草丛的水潭 索性的是 这些意外都没有酿成严重的伤亡事故 有网民点出 该路段有两个路弯 加上没有警示牌提醒驾驶者 不是当地人根本不晓得路况 因此希望相关的执法部门能够关注 提升该路段的设施 吉隆坡甲洞一名露宿街头多年的华裔中年妇女 今天在警方福利局和卫生部医疗员三方配合的行动下 成功卸下身上近两公斤的垃圾枷锁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年约50岁昵称为林伯伯的这名华裔中年妇女 过去20年在甲洞地杀在野商业区和MRR2高架天桥底下徘徊露宿 由于她患有捆绑垃圾袋在身上的怪癖 长期不洗澡已至身上传出了恶臭 下肢长农疮有伤口 甲洞社区服务工作者于宝萍接到当地人反应 使她经常随接当众大小姐和叫喊滋扰公众 因此希望能够协助对方寻求治疗安顿休养 于宝萍向警方备案投报寻求配合 于是警方和福利局协同卫生局医护人员 金武一对人马前往甲洞地杀在野展开行动 由于波波略带攻击性 发现医护人员和福利局官员趋近时 不断以流利的英文哭闹 不停地叫嚣医生杀人 禁止医护人员靠近 双方在现场纠缠近一个小时 在无法说服波波冷静的情况下 医护人员唯有在几名男警和福利官员的协助下制服对方 迅速给他注射两次的镇定剂 等他陷入昏迷后 警员就剪断了他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所有垃圾袋死结 顺利台上救护车送院治疗 由于波波的来历众说纷纭 因此于宝萍也促请知晓他声势的人主动联络 商讨将来如何安顿波波 一名柔佛大鼓来国中的男教师 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组该校男侧大翻新后的照片 照片可见 以蓝白色为主题的新厕所 看起来简洁又干净 不同于一般的封闭式设计 而是公开式的设计概念 从外可以观察里面的情况 只有侧格装有门板 天文引起网民日益 部分的网民认为 厕所是其中一个霸凌同学的地方 公开式的厕所能有助于预防校园霸凌 国际新闻来关注阿根廷的总统选举 周日结束第二轮的投票后 及右翼自由前进党的候选人米莱宣布取得胜利 他将于12月10号正式就职 任期4年 阿根廷总统选举周日结束了第二轮投票 点算90%的选票后 53岁的米莱取得了56%的选票 确定将击败阿根廷现任经济部长马萨赢得胜利 经济学家出身的米莱经常被人拿来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做比较 但米莱极端的思想和政策都让外界感到不安 又如何带领阿根廷走出近年来的通货膨胀飙升的困境 成为了米莱上任后的首要挑战 换个焦点来看尾巴战争 以色列19岁女兵诺亚马西亚诺的遗体上周被发现 虽然哈马斯说诺亚是死于乙军的空袭 但以色列军方表示根据可靠情报信息 诺亚是被哈马斯成员带到加萨西法医院在那里被处决 另外两名外国人质也被扣押在西法医院 另外法国总统办公室周日表示 两栖直升机航空母舰迪克斯·穆德号 预计在本周起航 未来几天抵达埃及 为加萨提供医疗协助 另一架载有超过10吨医疗用品的包机 预计也会在本周出发 美国佛罗里达州北迈亚密市议会 在2016年通过了建造当地首个中国城的决议 希望能够吸引中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然而这个项目推出后就受到争议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社区反对声浪 这一个项目最终被迫喊停 中国城项目争取中国投资 面对困难也是计划受阻的原因之一 接着来看台湾总统选举 台湾在野蓝白河面临破局之际 民众党周日举办的Team KP事实大会 对于蓝白到底合不合的课题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泽这么回应 到底蓝白合不合 我还是那一句话 这个国家的前途由人民决定 这才是民主的核心价值 我不会违背民意 我也不会背弃你们 为了终结人民的痛苦 我会释出最大善意 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 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拼战到底 柯文泽的谈话也被部分舆论解读为 正式宣告蓝白河破局 柯文泽在下午举行逝世大会后 晚间在渡到独立参选的鸿海集团 创办人郭台铭家中会谈一个多小时 两人是否合作引发联想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泽宣布 搭档驻美代表萧美琴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 周日低调返回台湾的萧美琴 周一上午到外交部正式请辞驻美代表的职位 虽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锐减 但印度留学生激增填补了空缺 根据统计 美国大学2022到2023学年的外国留学生 人数达到了接近106万人和2019年相差不远 显示国际声援已经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 由于霍乱疫情爆发 非洲国家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 在上周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其中哈拉雷人口密集的库瓦杂纳区 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目前津巴布韦的62个县中 已经有45个县报告出现了确诊病例 太阳神节是历史悠久的印度教节日 为了表达对太阳神的感激之情 信徒们聚集在亚木纳河岸边举行各种仪式 祈求家人能够得到庇佑 然而亚木纳河持续了数十年的污染情况 也成为了关注焦点 新闻的最后跟着镜头去看看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